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柔一家开着吉普车去野生动物园玩 这是他们的吉普车 这里是野生动物园 吉普车开进了动物园 看小柔 爸爸说长颈鹿 这只长颈鹿在吃树上的树叶呢 小柔想跟长颈鹿问个好 可是他正忙着吃树叶呢 你看小柔想要跟长颈鹿问好 小柔看到了几头大象 想跟他们问个好 可是大象们正忙着洗澡呢 小柔又看见了一头河马 你好 河马 小柔说 可是河马没听见 因为他正忙着游泳呢 咱们去跟狮子问个好 咱们去跟狮子问个好吧 小柔看见一辆卖冰淇淋的车 爸爸给我买个冰淇淋好吗 小柔问 爸爸去买了三个冰淇淋 一 二 三 你看冰淇淋都开始化了 猴子们不玩了 他们爬上了吉普车 为什么呢 为什么猴子们要爬上他们的吉普车呢 因为他们看见了小柔的冰淇淋 小猴子们也想吃冰淇淋 现在猴子们愿意理我了 小柔高兴地说 原来他们也喜欢吃冰淇淋 玩 小柔的旅行 问好 小朋友 你可以告诉我 故事里的哪一个动物喜欢吃冰淇淋呢 想一想 告诉我吧 好 你喜欢我们今天的故事吗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 记得点赞 订阅我们的质量 记得给予我们的质量 还有订阅我们的质量 订阅我们的质量 我会见到你